我们觉悟了 过去他吃我算了 现在我不吃他了 这都好 这个愿解就解化解了 要不然这个解解不开 生生世世抱来抱去 双方都痛苦 尤其现在的肉食 四年前 齐俱斯要我去访问 这个德州庆园 带我去看一个养鸭的 一个基地 这个地方养的鸭子 他告诉我 供养这个北京烤鸭 烤鸭店 占三分之一 这么大的一个数量 我去参观 他在里面滴了个小鸭 放在我手掌上 跟我手掌一样这么大 小鸭 他问我 他说法斯 你看这个鸭 出生几天了 我说 至少要一个星期到十天 才能长这么大 他告诉我 昨天出生了 我吓了一跳 我说 我说你们这个鸭子 养多少天呢 然后到北京 去栽茶 两三个星期 这很能吃吗 这是用化学 激素 催化的 这绝对不健康啊 所以我当时告诉我身边人 这不能吃 他所吃的东西都是有毒的 不正常啊 他的蛋也不要吃 那以前我们不知道 亲自看到了 所以 杀一 养一条猪 一两个月就才掉了 在从前 猪一般农家 养一年啊 鸭子最少啊 七八个月 十个月 啊 它才能成长那么大 现在的时候 几个星期 就长那么大了 所以 一切都不正常 这敢吃吗 我是六十年 没有吃过肉了 不知道 这个实际状况 我曾经请教 方栋梅的妇人 啊 老四过世之后 我是常常照顾她 有一次我问她 我说 你们现在这个吃肉是 猪肉 鸡肉 想一想 在抗战之前 我们吃的味道 一样不一样 她停了五分钟 想了一想 告诉我 不一样 味道不对了 六十年前 我们是正常生长的 正常发育的 现在完全是滑溪脆化 统统都有土 所以现在很多人 奇奇怪怪的变 在六十年前 没有 都是今代菜 这些怪病 从哪来的 病从口乳 就是从饮食上来的 不但这个动物啊 像那些植物 用农药化肥 全部正常了 所以这等人吃掉的时候 不健康啊 年汤恩米波斯 在七十年代 他都大声疾呼啊 尝到农业要恢复 从前用人工的农耕 那是最健康的 他反对这些机械化 更反对 用这个农药化肥 改造基因 这是他绝对不参成的 这有道理 师父 就我知道的 现在就是在动物短短的一生当中 由于运输啊 过冷过热 还捕捉它的过程 还屠宰它的过程 一系列的种种折磨吧 然后现在全球给动物施加的那种 荷尔蒙啊 抗生素啊 还有那个激素之类的 这些药物 达两千七百种 那我曾经认识一个 鸡舍的一个老板 他跟我说 以前的鸡活 鸡活的寿命是七年 然后现在是四十五天 那就是说 从他出生那天 到他四十五天出来 就端上人们的餐桌 那他要给他吃药 要十六种 其实给这些动物 施加这么多的这些药物 无形当中 使动物的身体 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 那么有一个专家说 他是行业的专业 勤累的专家 他就说 现在我们吃的鸡 不应该叫鸡 改名 应该改名为药鸡 实在是药还不行 加一个毒鸡 毒鸡 它是毒药啊 毒药 对呀 人吃两次 怎么可能健康 那吃了药命点 那师傅 专家说的 说每个 每个动物身上都有尸毒 尸毒就是动物死去以后 那个尸体慢慢的腐烂 就是产生尸毒 那时间越久 这个尸毒 那个毒性越大 那么其实人们多多少少都吃了这些东西 而且就是给动物这施加药 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那么您看现在就是人们都知道这种现象 那么他们还在吃 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迷惑 迷惑 而且是什么 贪心 贪心 在做谁 贪 就是毒 你看佛经上讲 贪 一修戒定会 熄灭 贪 贪 成痴 把内心里这个三土 拉掉 放下 这是地狱之业 不能做 师傅有一次我去鸡舍拍戏 我跟老板在一起 然后我们走到前面 看一个鸡 忽然间 蹬着就死了 后来那鸡 鸡那个鸡舍 那老板他说 你知道这个鸡为什么死呢 我说不知道 它是脑阴穴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不停地让它吃食 然后灯光一直在照耀它 它的任务就不停在刀石刀石 然后它一辈子的生活空间 不到A4尺那么大一个小格子里头 所以它不停地在吃鸡的饲料里 大量的生长激素什么的 然后整个那个胆骨唇就进入脑子 然后就脑阴穴死了 后来这鸡的老板说 我告诉你 在冰箱里你千万不能吃鸡肉 我说啊 是这样 有道理 你说不但我不敢吃 我要跟你宣扬 让全世界人都不要吃鸡肉 所以人们我觉得 比方说他的亲人 或者是他的朋友 知道他生病了 绝对不敢用他的碗筷 也不敢那个吃他的剩菜 怕吃到他的一滴唾液 怕传染 那么人们却也不问问这块肉有没有病 大块大块的尸体 然后当然 寒里有这个唾液和体液 大口的嚼食 还说好吃 然后我们东北人特别爱吃那个血肠 就是杀猪以后 那个血流下了以后 马上就灌血肠 这时候他就不考虑 是不是符合他的卫生标准了 然后大家供餐的时候 还要强调 公块木勺 所以我就说 现在很多的人就怕去坟场 其实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肚子当成动物的坟地了 也不怕自己肚子闹鬼 其实这些动物也没看好风水 那么师父 几年前我看过一个片子 就是一群的人 然后当然是有钱的老板了 然后就是到了猴子的那个笼子面前 然后这个猴子就惊慌失措 就一群的猴子就骚动不安 就传来传去 就惊恐的眼神 这人们 然后那个老板 肯定那老板是大富长者 他很有钱的人 然后就直高气氧看看猴子 一看有一个猴子是挺肥的 就指了那一下 然后这些猴子 您知道吗 这些猴子 他这一指这猴子 这猴子一看他一指 他当时就 就碎了 您知道吗 那眼神一下子就变了 就一下子就这样了 然后这些猴子 那就是笼子里那些猴子 然后抓起这猴子 就给他抓在一边 然后这个服务员 抓起这猴子的时候 就这猴子眼神就已经浑神破散了 然后他就滴了当浪 就给他放在那个餐桌上 人们人做好了以后 就把这猴脑就 就是那个毛就给剃掉了以后 就拿那个小榔头 就把这个猴脑子给敲 敲那猴脑 就那种撕心裂肺的叫声 然后服务员就把这个猴脑的壳给开开了 然后就嘻嘻哈哈 底下猴一直在叫着 然后就开始吃这猴脑 师父 我就是不明白 请问师父 怎么人们一指他 他就 就这样了呢 他完全懂得 他完全懂得 完全知道 他一定都不杀 你一指他 他就知道的时候 你要杀他 你要吃他 而且是这种残酷的手段 那是他的惊吓 这个惊吓的时候 就带来的土 过去 李老师 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 这个母亲喂奶 小孩的时候 吃母亲的奶的时候 没多久就死了 这检查 奶力就有毒 毒是什么 发脾气的时候喂小孩 这个时候 小孩吃个奶就中毒 所以喂奶的时候 一定心贫气活 欢欢喜喜 这个奶就有养分 如果一发脾气 怨恨之下 在喂小孩的时候 这小孩准死无疑 那么你就想想 这些动物 你杀他的时候 他不恨你吗 那个猴脑有毒啊 有毒啊 决定有毒啊 所有动物 你杀他的时候 没有一个是 欢欢喜喜 让你杀的 都是叫的声音 凄惨无比 那种怨恨 所以 给肉食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怎么感知他 每个动物跟人一样 他也太生怕死 那您说师父 他就是动物在临死前 如此的恐惧 您刚才说 您产生那么多的大的毒素 那吃进人的身体 那老百姓说 吃啥补啥 您说这猴都吓成这样 您说人们就是 他们为什么要吃猴脑 就觉得这猴脑能补脑子吗 您说就是这个 他吃这猴脑能补脑子吗 他这个脑就变成越来越糊涂 越来越迷惑 越来越迷惑 迷惑 而且我们修佛的人 大概都知道 你看 那么最近这几年 每个地方 这复身的太多了 而且这复身 透明给我们的信息 几乎全都是负面的 都说带来的一些灾难 灾难呢 不善的行为 所感召的 人用这种心 对人 对动物 在因果上讲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报应 不可能呢 我们以爱心对人 人以爱心对我 我以杀戮的心对他 想吃他的时候 他用什么心回报 这个我们一定要能想到 整个宇宙 宇宙的中心 在佛法里面讲 自信 本信 佛法讲 法信 这都是讲的真心 真心里面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爱 我们老祖宗 很早就知道 无能 第一条 父子有亲 这个亲 就是亲爱 这个亲爱 是自信的 原始点 自信的 自信的原始点 就是我们真心的原点 真心的原点 那个是纯净 纯善的爱心 天生的 不是人教的 这父子有亲 所以中国这个教育 就是亲爱的教育 亲爱的教育 几千年来都把这个抓紧紧的 从父子有亲 延伸出 无能 无常 四为 八得 从这生出来的 它是根 所以 中国古人讲 人心 本身 你看三字经常 头两句 人之初 五行 本身 就是讲这个 亲爱 现在人 不知道爱自己 怎么会爱别人 他不自爱 自爱 怎么能吃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对自己 身心 都有剧土 都有大伤害 所以人活得这么苦 活得这么可怜 还在能力杀身 还在能力吃肉 这怎么得了 不自爱 他就不会爱人 所以今天讲 恢复传统教育 不是一个容易事情 有很多人问过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至少要 两百年 没有两百年的时间 看不到小谷 现在是 世世代的 有人来学习 就不错了 这个灯 不要让它灭掉 总的两百年之后 人心慢慢转善了 人心向善 福报就会先进 人心向善 福报就会先进 人心不善 献出来的是卧报 不是善报 今天地球灾难这么多 社会动乱 这是不善 所感应的 这个理是真的 就在我们面前 只要你冷静 你全都看到 那师父 我们有一次拍戏的时候 就想借那个农民的猪 农民就说我不借 你们要拿去的话就买 否则的话你猪放回来 他也活不了了 后来我们就不相信 拍完戏以后 然后当时捆的猪的时候 就那个猪就叫得不得了 然后就在捆它之前 我就看着那个惊慌吃错 然后就来回地排回 然后就走一步 看着那个猪的腿都颤抖了 其实我们心里知道 我们还跟那个猪在说说 只是假装的 假装捆你一下 不真杀你 然后那猪都不行 然后就感觉 凄惨的叫声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不相信这个农民说的话呢 然后我们就给它 拍完戏 给它放回去以后 然后这个猪 真的是这样子的 它就不吃食了 也不喝水了 三天以后 这个猪就死了 您说师父 我有个疑问啊 就是说 您看 我们也是没有杀他 他怎么 就是说他自己绝食了呢 他能预知什么吗 你懂得这个道理吗 他被吓死 他被吓死的 对 你给他讲一些好话说 他不相信你 他认为你欺骗他 他对人没有信心 他被吓死 他被吓死 对 就是很多人到他面 捆了那一瞬间 吓死的 没错 他被吓死的 实在讲 现在这个事件 许许多多人 对了一些病都死了 也是被吓死的 也是被吓死的 对呀 那癌症很多人知道 自己癌也是吓死的吗 对也是吓死的 90%是吓死的 90%都是吓死的 对 你要是不在乎 把孙子看开了 不在乎 没有被他吓到 那个病都能治好 你看动物也是一样 那就是吓死的 师父人家说 就是我们以前人类认为 猪是最笨的动物 说错了 猪是极其聪明的 那就是说 人们一上他面前的时候 拿着绳子 他已经明白 他命在旦夕了 对 明白了 虽然他不能说话 对对对 但是他已经很清楚了 完全明白了 他被吓死的 对 你给他讲什么好话 他不相信你了 因为你天天打网 没有相信你 如果是有德行的人 有道德的人 跟他讲 也许他会相信 我们真杀到淫忘了 你就是讲 他不相信你 那师父 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水牛的一个故事 那么有一天呢 在一个屠宰场里头 这是真人真事 就前一段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屠夫要对这个牛 要宰磕他的时候 忽然间这个牛 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跪下了以后 然后就泪流满面 不停地在流眼泪 怎么拽他也不行 他一直在那跪着 然后特别大滴的眼泪 大滴滴 他就往下流 然后这个屠夫就下不去这个手了 然后又告诉同伴 把很多的同伴就叫来 说他你看看这个牛 他一直在这跪着 那眼睛可凄凉了呢 然后就看着人 就大滴流眼泪 然后这些人 七八个人 就在那个屠宰场以后 都吓坏了 然后也流下了眼泪 然后他们就决定说 把这个牛买下来 用了三千七百块钱 把这个牛买下来了 我也带来的这照片 您看师傅 这个牛流泪 你看他们拍下来的照片 然后这个牛自从被救起了以后 给买下来以后 然后他们就给送到一个寺庙里头了 然后这个牛以后见着人 就给人家跪一些 你看看 你看师傅你看 对 动物 你救它命 它知道感恩 它知道感恩 您说这个牛 它一直在流眼泪 它在下跪在求饶 牛的这种举动 让我们很震惊 师傅您慈悲开示 人家说牛是最有灵性的一个动物 是吗师傅 任何动物都有灵性 不能小看 过去也是人 做错了事情 投胎到动物里头 这个四十真相 《大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堕落到出生到 愚痴 愚痴 也就是 它没有智慧 它不能辨别是非 不能辨别邪阵 不能辨别善悟 不能辨别厉害 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 对呀 因为他确实真是教育问题 教育 那你希望大家有能够打造成的